善聊这玩意儿,有时候能拯救世界,可有时候也能打人给毁了。 那种啥人都想帮,啥事都想护着的天性,往往会带来悲剧。 就比如,塞西利亚哈达德可真是火生生的例子, 让咱弥漫啥人不能帮,更不能替他们打掩护, 别指望着他们能改过自新,下面跟随鼠哥, 来看看这起震惊澳大利亚的新年逆世案。 话说在2018年4月29日,一个初春的周日造成, 那可真是个不寻常的日子。 在澳大利亚悉尼的莱恩湾河上,有个老大爷在钓鱼, 这一钓可不得了,竟钓出了一个神秘物品, 只见一个傻玩意儿顺着河水往下飘。 一开始啊,这老大爷还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寻思着是不是看错了,可没几分钟,那一律全消了, 这飘着的分明就是一具尸体, 这老大爷吓得够呛,赶紧抱了紧。 不一会儿,就在下游几十英尺的地方, 一具女子的尸体被捞捞出来,那场面真是惨不忍睹。 这女的长发乌黑,穿着T恤和宽裤子, 好多大口袋里还塞着石头。 很明显,凶手是想让这尸体沉下去,别那么快被发现。 可谁曾想,口袋没个拉链啥的, 石头掉了一些,结果尸体就这么顺着河飘下来了。 这女的身上也没个身份证,手机啥的, 这下可把警察给难住了,得赶紧确认死者身份, 搞清楚这悲剧是咋发生的。 一开始觉得是意外的想法,在检查尸体的时候就被否了。 这尸体还挺新鲜,在水里泡了还不到一天呢。 脖子上那明晃晃的勒痕,还有手上的防御伤, 都说明这受害者死前可是拼命挣扎过。 死因呢,就是被人给活活勒死的。 受害者看着大概35到40岁, 警察马上就开始查这个年龄端的失踪人口报告。 下午的时候,就确认了死者身份。 原来是38岁的塞西利亚·哈达德, 他4月28号突然就没消息了, 连个中央的工作会议都没去, 警察一探的照片,就任地河里捞出来的就是他。 他的亲戚来认识,也确认了这事。 可谁能这么狠心对这么个年轻又成功的女企业在下说呢? 人家还老做慈善呢, 这凶手的名字啊,很快就被锁定了。 可那时候,这人已经在另一个大州了。 咱现在瞧瞧这塞西利亚·哈达德是啥人。 1979年秋天, 他出生在巴西那个热闹非凡的大都市里约热内陆。 他家里是个中产阶级,家庭关系可紧密了。 他爸妈那时竭尽全力, 就想让家里这好几个孩子都能接受好教育, 傻都不学。 塞西利亚从小就聪明得很, 又有责任心,还特有目标。 在学校里,他那可是尖子生, 老想着能去全国最牛的大学继续深层。 而且啊,这姑娘心地善良得很, 见不得别人有难, 有点本事,就想去帮人。 周围的人都说她是个有同情心, 会关心人又大方的年轻女子, 随时准备伸出援手。 毕业后, 哈达德就成了里约热内卢天主教大学的学生, 这可是巴西顶尖的私立大学之一。 在那,他拿到了工程学的学士和硕士学位。 一毕业,就去了一家大矿业公司面试, 人家马上就录用他了。 就事业啊,就跟做了火箭似的。 一年不到,他就成了骨干。 2007年,27岁的巴西妹子决定来个大转折。 澳大利亚有个诱人的工作机会, 他就去了。 他也知道去了外国,离亲人朋友都远了, 肯定不好混,但他还是决定冒这个险。 塞西利亚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说得可溜了, 那是他的母语和英语的从头学起, 不过这难不倒他,很快就学会了。 哈达德在澳大利亚一家大矿业公司当了个领导, 跟团队也处得挺好。 这女的又甜又爱社交还友好, 交了好多朋友, 还开始积极地做慈善,当志愿者, 帮人还帮流浪动物, 同时呢,他又有了个新爱好, 去山上徒步、滑雪。 2016年,塞西利亚成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 专门帮那些想创业的人出谋划策。 他的客户有澳大利亚本地人, 也有像他一样来这儿找好生活的移民。 在个人生活方面, 塞西利亚在澳大利亚那家大工业公司上班的时候, 工资可高了,想买啥买啥。 他还把弟弟妹妹从巴西接过来, 给他们找工作,经纪上也支持他们。 一开始啊, 这日子过得那叫一个顺风顺水, 他到处旅游,又拿了个高学历, 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可在感情方面, 哈达德就没那么走运了。 他学生时代在老家里渊润泪炉的时候, 跟一个叫马里奥马塞洛桑罗的男人 太伤恋爱了。 这男的比他大几岁, 跟他完全是两个极端。 这小子又懒又没上机心, 没啥大追求。 可塞西利亚就爱他, 老想帮他,激励他成功。 最后,塞西利亚收到澳大利亚的工作邀请, 就马里奥不敢去, 他在新地方遇到困难。 塞西利亚可不想放弃自己努力得来的梦想, 劝了半天也没用, 就自己走了。 2000年代中期, 在悉尼工作的时候, 塞西利亚又跟一个同事谈起了办公室恋爱, 后来还结婚了。 可就婚姻没维持多久, 不到三年就散了, 两人也没孩子, 和平分手, 也没约恨, 后来关系还挺友好。 2016年, 离婚后没多久, 塞西利亚决定飞回老家看他父母和老朋友, 那时候他已经辞职, 自己的生意也做得挺红火。 他看着可今世了, 兴高采烈地讲自己在澳大利亚的生活, 还积极地规划未来。 没想到, 回家第三天, 他就偶遇了玛利亚, 这都移民到澳大利亚九年没见了。 这男的一看前女友这么成功, 那叫一个震惊。 塞西利亚呢, 突然发现自己对着前男友还有感情。 接下来几天, 两人就去以前那些他们开心过的地方溜达。 塞西利亚回西尼后, 两人还天天聊天发短信, 不到一个月, 塞西利亚就给玛利亚买了张机票, 把他接过来一起住了, 觉得他就是能陪自己一辈子的人。 两人就坐在塞西利亚那宽敞的高级公寓里。 一开始, 塞西利亚还全力养殖自己心爱的人, 后来又利用自己的关系, 给他找了个好工作, 工资高高的, 还积极鼓励他发展事业。 塞西利亚又是年轻时那样陷入了爱情, 可他没发现, 自己的对象就是在利用他。 没多久, 这两人的关系就开始恶化了, 这男的变得又嫉妒又霸道, 想控制塞西利亚生活的方方面面。 可塞西利亚独立又有主见, 才不会被他摆布呢。 而且这马里奥还老想插手他的生意, 想要一份, 因为他不想给别人打工。 两人老吵架, 可塞西利亚老想解决矛盾, 找车中的办法, 想尽办法挽救这段关系。 可他这对象就是在消耗他的感情, 监视他的行动, 还不禁同意就拿他的手机和工作笔记本, 还想限制他的社交圈。 塞西利亚忍了快一年, 最后决定好好谈谈, 等马里奥说要分手, 这消息可把他给气坏, 又含又骂, 还伸了塞西利亚眼光。 以前他也推过他, 抓过他胳膊, 都弄出瘀青了。 可这是第一次伸他, 这可真是压死骆头的最后一根稻草。 哈达特直接就把他撵出去了。 一开始, 马里奥还想求他原谅, 又是发感人的消息, 又是道歉, 还送花送礼物。 可塞西利亚很坚决, 知道他改不了, 这男的就换战术了, 开始威胁恐吓他。 从那以后, 他就开始跟踪自己的前女友, 把他的生活变成了一场噩梦。 分手后, 马里奥在离塞西利亚家 就十分钟路程的一个小区, 住了个公寓, 他天天的前女友打电话, 发几十条消息, 还老想见面, 在他家门口等着。 塞西利亚还想跟他讲道理, 希望和平解决矛盾, 还觉得自己的前男友会冷静下来。 2018年1月的一个深夜, 马里奥又出现在塞西利亚的公寓, 一开始他不想让其进去, 可他死缠烂打, 硬闯了进去。 他攻击这个娇小的女人, 可他奇迹般地逃到另一个房间, 还把自己关起来。 马里奥想破门而入, 他就求他停下, 赶紧离开。 最后, 塞西利亚威胁说要报警, 就马里奥才冷静下来走了。 塞西利亚没报警, 也没说马里奥已经跟踪他好几个月, 还威胁他。 他知道马里奥签证过期了, 要是引起警察注意, 就得被遣送回巴西。 塞西利亚可怜这个自己曾经爱过的男人, 直到他回了老家又得过上那没出息的日子。 不过塞西利亚也知道, 在自己公寓住不安全了, 就先搬到妹妹卡卢尔那儿住了一阵, 后来又在一个好朋友利塔那儿住了一个月, 这两个女人都劝塞西利亚报警, 觉得这事儿可能会以悲剧收场。 可他还是怕伤害到就是折磨他的人, 希望阿里奥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冷静下来, 别再来犯他。 最重要的是, 他不相信自己的钱呢, 又会真的对他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 2018年4月初, 塞西利亚回到自己的公寓, 发现马里奥在他不在的时候来过好几次。 他惊恐地发现他有一套备用钥匙, 分手的时候还回去了。 可后来, 他硬闯进来的时候又拿走了, 邻居也正式看到马里奥在小区附近 出现过好几次, 甚至还上到他住的那层楼。 邻居建议到去报警, 可他又拒绝了, 说自己能处理好。 他打算换锁, 可绝对先低调点, 看看马里奥会不会自己离开。 接下来两个多星期, 塞西利亚就装不在家, 不开灯, 尽量不出声。 只有确定马里奥不在的时候, 才出门回家。 也有点怀疑, 他就去妹妹或者朋友家过夜, 这压力差点把他搞崩溃了。 可突然, 一切都在一瞬间改变了。 2018年4月25日, 马里奥突然给塞西利亚打电话, 声音很平静, 说他都想明白了, 不会再烦他了。 还道歉, 说他买了去里约热内卢的机票, 打算4月28号一大早走, 问他能不能最后见一面道个别。 塞西利亚同意了, 但说要在机场见, 这样他们可以见一面聊聊天。 这通电话讨完, 就好像有个重担从他肩上卸下来了。 他高兴得不得了, 给妹妹打电话说了这事。 科卡罗尔没那么兴奋, 觉得有点不对劲。 他求塞西利亚别去见马里奥, 可塞西利亚不听, 说肯定没事, 啥事都不会有。 在机场, 塞西利亚满心期赖着自己的噩梦终于要结束了, 他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 可惜啊, 这奇迹没发生。 2018年4月28日, 塞西利亚本来应该早上7点到悉尼国际机场送前男友, 然后到个别。 之后, 他还有个重要的工作会议, 下午还有一个。 前一天晚上, 塞西利亚的妹妹最后通了一次电话, 说了自己的计划。 卡罗尔又劝他别举起马里奥, 可塞西利亚很坚决, 说他的亲眼看着马里奥上飞机, 这样他就不会再来烦他了。 两姐妹聊了大概一个小时, 塞西利亚答应他一走就打电话, 可第二天, 等来的不是电话, 而是一条奇怪的消息。 塞西利亚说自己要去山上待几天, 因为他需要理清头绪。 卡罗尔给他打电话, 可手机已经关机了, 很快就发现他给好几个朋友和同时都发了类似的消息, 而且他也没去任何一个预定的会议, 这可完全不像他的风格。 那天晚上, 塞西利亚的家人和朋友抱了紧, 提供了潜在嫌疑人的名字和细节。 那时候, 他们还希望他活着呢, 可第二天早上, 所有希望都破灭了, 妹妹被交去认识。 2018年4月29日, 警察沿着河岸上游搜寻线索和证据, 他们在草丛里发现了一双被扔掉的男鞋都湿透了。 侦探们推测, 凶手不想留下痕迹, 所以把鞋扔了。 在受害者的公寓里, 发现了湿袜子留下的干脚印, 可他处理完受害者后, 为啥又回公寓呢? 马里奥没车, 他就用了受害者的车来处理尸体。 在车里发现了海岸植被的碎片和河水的水坑, 还发现了好多属于嫌疑人的指纹。 而且, 通过马里奥的手机信号, 几乎追踪到了他所有的行动, 他还在几个街头监控摄像头里出现了。 确定马里奥坐出租车去了机场, 警察很快找到了司机, 司机同意跟他们谈谈。 司机说乘客很平静, 但要求绕个大远路, 经过一座远离繁华城市道路的小桥。 在那儿, 他辆停车, 把一个包盒像是一串钥匙的东西扔到了水里, 然后他又回到车上, 继续赶路。 司机带着警察去了那座桥, 潜水员被交到现场, 花了好几个小时在河床上搜寻证据。 幸运的是, 那个地方水流很弱, 所以很快就找到了那个神秘的包, 包里有受害者的手机, 工作笔记本, 一些文件, 钱包和个人物品。 很明显, 嫌疑人是想制造一种假象, 让人觉得这女的离开了镇子, 去了山上。 他还扔掉了所有的备用钥匙, 等塞西利亚的尸体被从河里捞出来的时候, 凶手已经在里约热内卢落地了, 还以为自己永远不会被抓住, 能逃脱惩罚呢? 跨国抓罪犯确实是个挑战, 但毫无疑问, 他就是这起罪案的凶手。 国际刑警组织被叫来, 追捕行动扩大到国际范围, 引起了媒体的极大关注。 只有在澳大利亚警察收集并提供了无可辩驳的证据, 把这个巴西公民和这起残忍的罪行联系起来之后, 玛里奥才在他的祖国被证实通缉。 2018年7月7日, 他在一个朋友的公寓里被逮捕, 他一直都躲在那儿。 玛里奥没反抗逮捕, 但马上就要求找律师。 在最初的损讯中, 他否认自己有罪, 但很快, 在大量证据面前, 他开始坦白。 不过, 就算他承认了罪行, 他还是拼命想把责任推给受害者。 玛里奥声称不是他, 而是前女友在分手后一直跟踪他, 不让他安宁。 他说自己决定离开澳大利亚, 就是为了摆脱他。 可塞西利亚据说偷了他的护照, 不让他走。 那天早上, 自己去他的公寓拿护照, 连护照他上不了飞机, 可他不喊给自己, 于是就发生了争执, 他不小心就把他给弄死了。 被告声称, 他试图给塞西利亚做心肺复苏, 按压胸部。 可当他意识到他死的时候, 他慌了, 就常掩盖自己的罪行, 处理尸体和证据。 重建那一天的时间线, 是个很费劲的过程, 因为玛利亚老是改口供, 想混淆调查, 减轻自己的罪责。 他想博同情, 甚至想装哭, 可没人相信他那套说法。 受害者的家人, 朋友和同事都坐证指控玛利亚, 因为他们都看到了他是怎么把塞西利亚的生活 变成一场噩梦的。 根据调查, 在玛利亚买机票的时候, 他就已经决定要杀了自己的前女友, 还精心策划了细节。 2018年4月28日, 早上5点半左右, 他来到塞西利亚的大楼, 按了门铃。 塞西利亚没想到他会来, 还以为他们会在机场见面, 他觉得不安, 不想让他进。 几分钟后, 马里奥用他之前偷偷留着的备用钥匙打开了门, 他上楼梯去了塞西利亚的公寓。 马里奥马上就攻击了塞西利亚, 扭住他, 不给他叫救命的机会, 他拼命反抗, 从他胳膊上的瘀伤和血组就能看出来, 可他还是被制服了。 杀了他之后, 马里奥用毯子把尸体包起来, 拿了他的车钥匙, 悄悄地去了停车场。 那时候所有殖民都还在睡觉, 他开车到河边一个偏僻的地方, 把石鹅塞进他裤子的口袋里, 然后把尸体扔到水里。 在这个过程中, 嫌疑人把鞋弄湿了, 就决定扔掉, 免得留下痕迹。 大概早上七点的时候, 马里奥开着塞西利亚的车回到他的大楼, 就上了他的公寓, 快速拿了一些他的东西, 包括文件和笔记本, 想制造他离开的假象。 马里奥还从他的手机给家人和几个朋友发短信, 假装他突然去山上旅行了。 后来他把手机也放进那个踏桶桥上扔到河里的包里, 弄完这些, 这家伙大药大摆地走回自己公寓, 行李早收拾好了, 洗得早, 换身衣服, 把穿过的衣服泡漂白剂里, 向销毁证据, 然后叫个出租车去机场, 还让司机绕道处理塞西利亚的东西, 一小时候就平静地登上了飞机, 还坚信自己不会被抓呢? 这才会也太天真了吧。 这被告是巴西公民, 不能被引渡到别的地儿审判, 不过两国倒也有办法, 达成的协议, 解决法律差异, 就为了审判能公平点, 可让这嫌疑人在他祖国服刑, 官僚障碍加上调查过程那叫一个漫场, 一直到2023年6月才开始审判, 澳大利亚的代表团还得跑去李渔热泪路参加审判, 审判的时候, 这家伙又想引起法官通勤, 哭哭啼啼地说自己懊悔, 还装不知道事情咋变成这样。 到了2023年7月1号, 这家伙被判虚意犯罪, 篡改证据, 和试图误导调查罪名成立, 判了27年监禁, 不得驾驶。 他和他律师还不死心, 想上诉, 可法院还能惯着他, 原判就这么维持着。 各位观众朋友们, 通过这起悉尼逆事案, 我们不得不反思, 善良固然可贵, 但过度的善良有时也会成为催命服务。 萨吉利亚哈达德, 因为不忍心伤害前男友, 一再容忍他的骚扰和威胁, 最终酿成大祸。 这个出称马里奥桑托罗, 利用他的善良和同情心, 残忍地结束了他的生命。 可是, 法律给了他应有的惩罚, 27年牢狱之灾, 希望他每一天都在悔恨和折磨中度过。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请记得点赞并并运数个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